人们在水下常常有很多神秘发现,这些发现值得让你感到震惊。 所以本期大可看齐文化题,五个水下最奇怪的发现。 耶稣雕像 在意大利维亚拉附近有一个淹没的耶稣雕像,由雕塑家极多加莱蒂创建。 塑像高约2.5米,由于受到海水腐蚀和甲壳类动物的附着,雕像一度从水中取出以修复。 那么这座雕像怎么在海底呢? 原来二战期间,意大利海军将它安置在深渊17米的水下。 雕像中的基督神情安详,展开双臂为世人祷告。 在安放了此雕像之后,附近的地方的确再也没有受到战火的牵连。 它面朝水上,双臂向上打开,仿佛在激情赞美,被称为深渊基督,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潜水和浮潜爱好者。 麦田圈 提到麦田圈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联想到外星人。 关于麦田圈的创作者,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与外星人有关。 不过虽然地上的这些麦田圈还没有被破解,但是水下的麦田圈却找到了始作俑者。 1995年,一群活跃在日本南部海域的潜水员们,在该水域的水下发现一些怪异的图案,后来才知道这是河豚的解锁。 河豚通过在沙子之中摆动鱼鳍来堆砌沙子,吸引磁性繁殖,并把鸾产在这个宏伟的建筑之中。 鬼城 米勒·罗什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水下鬼城,它是安大略省的失落村庄之一,于1958年因盛劳伦斯海盗的建立而被永久淹没。 在海盗建设开始之前,居住在该地的家庭和企业都搬走了,随着大坝建立水位上升,整个村庄都被淹没,成为了可怕的水下鬼城。 不过这些建筑在水下保存完好,不少潜水员都会前往探索。 水下黑洞 这个水下黑洞位于墨西哥古玛雅人定居地东海岸,但几七年前它成干枯状态,对于毫无防备的动物来说,这是一个200英尺的死亡陷阱。 从那时起融化的冰川就把洞穴的一部分注满了水,完美保存了这些受害者的骨头。 在过去的12年里,研究人员发现这个洞穴是一宝库,里面保存着3万年前的古代动物遗骸,甚至还能发现人类骸骨。 大象的祖先 潜水员在土耳其中部省份的海底发现了陆地动物的骸骨,根据考古学家研究后才知道,这些骸骨竟然是大象祖先的,也只有水下的环境才能让骸骨完美保存下来。 人们猜测当时这个庞然大物在潜水,之而不幸遭到攻击成为猎物,最后贝肯剩了骨头保留下来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观看。